能想象到我们今天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吗 本来今年不计划出走 然后早上那回临时起义说 哎呀怎么突然就又想出去了 然后我俩立马买东西然后收拾 现在多少 现在2点28 我们刚从河金上的高速准备去老军山 因为现在时间来不及 然后我们老军山买的是明天的跑票 所以说今天下午我们准备先到河南的洛义点 城市逛一逛 然后明天早晨一大早出发去那个老军山 真的这次真的是特别仓促 说走就走 特别期待我们接下来的旅程 开心吗 开心吗 十三 开心吗 你看你爸不用说笑了牙都自起来了 开心吗 你没反应吗 有反应啊 什么还比较腼腆不说话 因为他们都没想到 哎呀还会出去 突然说出去就走了 这个是我们吃的第一顿 这个叫牛肉丸子汤 看着不错吧 很有食欲 里面有肉有丸子 这个叫什么豆面丸子 然后这个还有肉 这个是类似于饼刺一种 你看它这个是牛杂的 然后这个是牛肉的 里面都是牛肉 那个里面是牛杂 然后单点的 你看再加了一份牛肉丸和一份豆面丸 他说的 然后他每一份这个汤配一份饼 第一次吃 不知道咋样 这个挺酥 牛肉丸 牛肉 我感觉好吃的 我感觉是羊肉的 或者是牛肉的 没问题 这个可以吧 嗯 量特别大 嗯 真心大 这个伞 这个伞 可鲜了 好便宜 20块钱一本 超级便宜 我们今天到这个洛邑古城里面了 其实昨天晚上进来了 但是昨天晚上七夕 我们都不知道昨天是七夕 人挤人我啥 啥都看不到 然后溜了一圈我们就回家了 然后今天白天到这了 然后人比较少 然后到里面看一看 然后里面古风不错的 看起来还是不错 看起来挺不错的 然后现在就快去里面逛一逛 白天能看到景色 晚上看着全水头 我都不知道眼里面长啥样子 然后也看不看 刚才是从这两个梅楼这寄来 前面有个护城河 不错不错 看来还是得白天逛 晚上真的啥都看不清楚 晚上我们昨天都没有看到 这篇湖这么好看 啥都没看到 他这里应该是 全看人头了 白天现在热了点 不过今天有风 真是不打热 他这个龙头 嗯 等一下在这给他十三拍张照片 给我俩拍张照片 嗯 十三你咋俩拍张呗 行不行 你打着伞妈妈单领给你拍张 把脸都吃了一下 这个棉古色古商房子特别的多 嗯 看到没 到这地方就是看古建筑 这个地方基本上都是古建筑 它的特色就是古建筑 然后里面就卖一些当地的特色小吃啊 然后汉服馆比较多 这边汉服馆是我见到的 我感觉比鲜多多 这个窝窝窝 你看 这边你可以过来看一下 它到处就像这种古色古山的 古房子的 看起来很有意境啊 然后它这个地方不是特别大 你看咱们基本上已经快到出口了 绕了一圈 晚上啥也没看到 今天白天过来看 这几天就确实挺好的 嗯 白天能开清楚 嗯 晃了又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要出去 哇 我们现在要到 往老军山方向走 到蓝川这里 看一下这里的山 看我们现在到这个蓝川县城了 我感觉这个县城属于一个山城 四周环绕的都是山 然后这个县城是在山 山 山山山脚下 是吧你看 刚才来的时候全是隧道 对我们过来都从都过来一路 全是隧道 全过着是隧道 你看到有几十个隧道了 哇可不几十个呢 哇给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在这个订的民宿 居然还有炒锅 电饭锅 还有里面还有电饭锅 你看这里有柜子 最主要的看卫生间 真的很好 一次性碗筷 哦还有一次性碗筷 这里啊 我们是四口人 两张床 大家看一下 这里 这里一个小沙发 最重要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窗外这个景色 看看 哇真的太喜欢了 关键是才一百 一百六十八还是一百五十八 一百六十八 太划算了 蓝川县是一个在山城里面算是一个小县城 这边主要是以旅游业为主 真的我真心没想到我今天订的这个民宿 大家看一下 超级划算了哦 而且是自主入住的 它就是没有人上来 然后你到那领个那卡片 它密码什么都告诉你了 真的很方便 然后准备去吃饭了 我们早上吃的饭到现在了 看我们早上从这附近的民宿 然后开车大概得个二十来分钟 然后这个是老军山门口 然后它这个距离那个一号锁道口 应该还有个几公里 所以车一直可以开到锁道口 但是今天车比较多 这会有点堵车 我们现在马上要到锁道口了 沿路的风景真心不错 都是山看看 前面这块 现在到一号锁道 准备排队 全是排队上锁道的 终于锁上锁道了 可不排队多了 四十分钟吧 嗯 排队排四十分钟 怎么样 感觉好不好 没错 没错 看 上山沿途应该有风景 没有 你看那路上 它就是那么一条路 我还没到 这个做起来好划算 突然感觉这个锁道做的太直了 这么高 现在十一点 看上去得多长时间 不着急 走走歇歇 走走歇歇 好凉快啊 嗯 挺凉快的 天然的空调 看那个锤衫连绵 我们做那个一级锁道上来大概走个五十分钟吧 没有十分钟吧 有五分钟 五分钟 五六分钟 这个是 应该昨天过七夕节 你看 好不好看 好看 肥肥的小女孩可喜欢了 中天梅 你走这么快 有卖点 一会就累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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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小孩不嫌累 小孩走得快 对 你看看你过来看那个台阶也走得快 那小妞妞不嫌累 你妈 你妈走那么快就到顶了 到顶上了 小孩 小孩起来就是好 嗯 嗯 嗯 我们去哪里 你去哪里 小孩 好 小孩 你去哪里 我去哪里 你去哪里 嗯 上面有一股凉手的风 像在空调方一样 弄好了 我最爱戳下来的是凉凉的 是那种冰凉冰凉的感觉 群山滑肉 爱戳一样 热的啊 爱戳一样 这山上有点多二十度吧 现在是一点四十度之后应该有二十多度 一点都不热 嗯 挂在这方像空调方一样 凉凉的 哇塞 看这个 加油继续看到山顶了 我们这里到这个关一店 关一店 看看现在几点了 现在有12点吧 好美啊 在这蓝蓝的天 能看到城市 稍微挂一只一方 四度稍微有点冷 你要是站在原地的话 感觉穿着个短裤 短袖都冷 必须冻起来 每一只都是风景 都想定置在这个县城 都想定置在这个县城 今天12号嘛 快快快ok 快快快快快快 哥哥 快快快快快快 going 我应该都带了 畏行天路游戒去简介 十里画瓶 现在这个位置 十里画瓶 洗漱牌 你俩终于做了 你老爸在哪里 我们俩一上 一上一上一上 我俩有点苦 我真的看着这个 我吃的还是不怕 然后我看着这个 你俩终于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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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你做的都给你 想你的风 到了老居山 对 让我过着玩 这个就好 看一看一看 看一看 没上一站 走 出发 你这次一定要跟妈妈跟紧 你先要吃哪个 这个可以 不会画过来的 走 看看这小鬼 比大人跑的都快 我的前面都追不上 今天今天确实不错 竟然一只海泪都没有 有一些海泡 确实海泡 走一下这个仙境最大 先进行最大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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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云青水带下降特别处理区 这个就是千年芳树 千年芳王 这里一个一线天 十里画平 窄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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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位置 有点像华山的感觉 这里有点很大 看这个地方 的 Strahd 人大一点 人大一点 现在一点半 从京剧服务区上来 更上京剧服务区这里 老巨歇脚出 你都歇着了 走吧 不歇走 风景如画 我一直以为河南是平原 肯定都没有多少山 今天出来真的大产夜间 你看一块山 山连的山连连不断 今天没起屋 要起屋的话更漂亮 鱼屋缭绕的那种感觉 他说的巨龙巡山 是不是就像这个山 空凉清虚 确实是签证雅 被谁碎补了 签证雅 看走的路下面就是 那样垫出来的 全是人工开导出来的路 就在这缺山环绕之间开导出来的路 这个路 就在这缺山环绕之间开导的路 好的 我们这块终于开导 鸡顶道观渠了 你看你看 那上面就应该是到底了 看那个地方 你都没喊泪 你已经一口气了上来了 嗯 这里叫什么长江 再继续上吧 去超几步路了 还要发一个吗 还发一个五角星 走 走 往上走 一览众山小 没有 环境最好 风景最好 你看 看看 很好看 谁先选的地方 绝对差不了 天气飘飘 要是有露露的 更感觉就在天高位 嗯 天挺 有大露的话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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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跟上 这头右边去 这头右边去 天光剧场 看这漂亮不漂亮 曾经阁 好漂亮的中式建筑呀 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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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老巨山的气味是28度 上面刮房子 然后穿着个短袖短裤 有点冷 看现在上玉红顶 从玉红顶往下看 那个是鸡顶 一口吃鸡顶 那边就不吃了 不仅跟那边一模一样 站在玉红顶上面拍鸡顶 看鸡垫 它写的是鸡垫 鸡垫 鸡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厚德在务 这小孩子累了 直接躺着睡觉了 鸡顶系在眼前 站在这个位置看这边 来一次还想来一次 上面放好大呀 幸亏是现在这八月费天气 到九月费天气要穿长裤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